登交了物数一所托儿所的两名保姆 涉嫌虐待一名三岁的男童和一名一岁的女童 结果遭受害者母亲举报 警方今天逮捕了两名保姆 不久前在社交媒体上流传一段长25秒 有关托儿所涉嫌虐待儿童的视频 警方昨天晚上接到有关孩童母亲的投报后 逮捕两名年龄分别为26岁和50岁的保姆 并援引2001年儿童法令 三一之一父母和监护人疏忽照顾孩子条文展开调查 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可判处20年监禁 或罚款5万利级或两者监失 一般预计警方明天将会把他们带往法庭 申请延长扣留住查 祝尽 您值得杨炼心 观人疏忧 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